很多时候,我们羡慕,我们怨恨,羡慕别人拥有地久迷心的爱情,怨恨自己总是得不到想要的感情,但其实每一种爱情,都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刻。 但是,爱里的两个人坚持了,做到了,便就是让人看见了漫长而美满的爱情,像一首诗,简单而深情。 胡贤寅与欧阳克玉相识在南京师发大学的校园里,那年她正读大二,而她是她的学妹,比她第一个年级,在偌大的校园里,两个人的相遇原本就是缘分。 那天胡贤寅去位于隋缘的一间小理发店,她知道,到那里常常会等上很长一段时间,为了消磨时光,她带上了一本中国古代文学。 果然,小理发店里人满为患,她在一旁等待中翻开书,静静地看起来,不知什么时候,她下意识地觉得有目光看向这里。 她抬头,发现是一个女孩,完美如月,眼亮四星,正侧过脑袋看她手中的书,一丝羞涩袭上脸庞。 她笑了笑说,打发是光泪,女孩也显得不好意思起来。 对于自己的唐突,她解释说,我是觉得文章好看,他们的故事就从这间小小的理发店和这本中国古代文学拉开了帷幕。 在那个年代里,男女之间的脚宝甚少,好在都是年轻人,有时在校园里,没有太多的世俗羁绊,他们还能凑着闲才坐在一起闲聊。 聊得最多的话题当然就是古代文学,说也奇怪,平日里他们都是属于不善言谈的人,可遇见了彼此,话突然就多了起来,时间似乎过得飞快。 眨眼间就到了该分开的时候,望着彼此一游泪尽的眼神,两人都觉得,难道这就是缘分,难道他他就是要相伴一生的人? 随着交往的加深,这份感情变得了越来越浓厚起来,就像是一杯浓得化不开的酒。 三年后的一天,胡显影像一张叠的只有掌心大小的纸,塞到了欧阳柯玉的手上,看到他的脸色微红,眼睛里闪着光,他已经猜到了信的内容,他忐忑地打开了那张纸,纸上的紫端装大方,果然是一封表白信。 他用一个个文字,表达了内心最炙热的感情,看着他不由得耳热心跳起来,看着他不言语。 他在旁边问,你愿意不?他低着头,不言语,他着急起来,话语里带了几丝急切,说话啊,你愿意不? 他抬起了头,满脸羞红地说,人家愿意,行不,说完,他捏着那封信,低着头跑掉了。 其实从真正交往的那一刻,他们就认定了彼此,之间就像是隔了一层窗户纸,没有痛破而已。 女孩戏面的心思,还是让欧阳和宇有几分不放心。 有一次他问胡贤盈,我们的感情,会不会来得快去得愉快? 纸上是他写的一首诗,西风烈秋萧桥,知境草醉寒霜天冰,风雪飘望见厚雕。 这个不善言辞的人啊,可是有一颗火热的心,通过一句句充满冷情后意的诗展示了出来。 工作后,由于时局关系,胡贤盈和欧阳克玉并未能待在一起,而是两地分居,他们约定三天要给彼此写一封信。 原想着这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,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这一诗竟然写了八年之久。 他每次给他写信,总是会在心末加上一首自己创作的小诗。 这些小诗有一个共同的主题,那就是爱情,年少私家魔病,卢大勇结童心。 别离一知情众,相逢被加相亲,此花此夜长相近,供此通生情最真。 后来经过多发努力,胡贤盈与欧阳克玉,总算把工作调到了一起,他们终于能够耳宾思磨了。 他们在一起读文章,一块写文章,一起写诗歌,一块读诗歌,把每个日子过得就像是一首诗一样,成为旁人眼中的神仙眷侣。 再后来,胡贤盈的身体明显不好起来,各种疾病习上了身,即使推脚不变,他也坚持不用拐杖,他就成了他的专职拐杖,每天扶着他散步,扶着他上下楼,扶着他的街上转悠。 就是后来年纪大了,他的推脚也不方便时,他也坚持着扶他,就这样,靠着他的搀扶,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,与病魔作斗争的日子。 2017年8月,跟病魔作了20多年抗争的胡贤盈撒手人魂。 这一年,他79岁,得知他离世的消息,欧阳科玉悲痛欲绝,他觉得自己的整个天空都要坍塌下来,他甚至有些人和他在最后的时刻,未能给自己留下支言片语。 在整理胡贤盈遗物的时候,欧阳科玉发现了他写的一首名为《我若先行的诗歌》。 这首诗的落款时间是1998年,那一年,他正处于病重时,也许他觉得自己生命将不久已,这才写了这首诀别的诗。 后来他病好了,这首诗就被他收藏了起来,而现在,私人已去,他并未告诉过他关于这首诗的支言片语。 想到这里,欧阳科玉的泪水不知不觉流了出来,在胡贤盈的心里,他又是何等的重要,他是多么舍不得单单丢下他而去啊。 我若先行,亲爱的你,不用到处把我寻找,满天灿烂的彩霞,是我给你的祝福,露珠闪烁的鲜花,是我对你的微笑,雨打窗帘琵琵琶琶响,那是我向你亲切问好,风吹和叶沙沙响,那是我,对你轻声诉说,直投花影的摆动,就是我举手向你轻摇,流音婉转的鸣叫,便是我献给你的歌,带到漫天瑞雪银庄宿歌, 那就是我们把世界拥抱,慈热大地好,让来年春光更好,一辈子的情,一辈子的诗,两个人的相知相伴,原本就是幸福无比的事情,漫漫人生路,你是会遇到生命中的那个人,他是会用整个人生,将你精心收藏起来,用漫长岁月把你妥善安榜,这样的爱情,我们唯一能做到,就是感动露泪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